今天的AT国库推介是吉利175 简选原因是内地疫情逐步稳定 上海星期日公布会分阶段推动复工复产 有利带动汽车行业复苏 吉利4月份新能源车的销售表现好过同业 可以加以关注 受到内地部分地区的疫情反复 加上供应链不稳定的影响 4月份内地承用车和新能源承用车的销量 按年分别跌了三成五和五成 吉利4月份总销量按年虽然跌了两成八 到大约72,000部 但跌幅是小过同业 其中新能源和运动销量大约15,000部 占比由去年4月的百分之3.8 持续增加至今年4月份的百分之21.7 创出新高 吉利和母企吉利控股打造第一款 高端纯电动车品牌极黑 4月份的销量按月增加了百分之19 去到2,100部 是行业当中少数能实现销量按月增长的品牌 头四个月内计算销量超过1万部 早前极黑官方公布 4月订单数量超过1万部 预期5月份疫情影响恢复后产能会回升 极黑的产量会大幅增长 股价走势上吉利由3月中至今 在10-13区间横行整固 并且多次在10元有支持 昨日收市是报12.54 靠近区间的顶部 鉴于近期港股反复震荡 策略上建议11元附近吸纳 吉利的直拼率会比较大 短期可以以13元为目标 主要大行给予他们的目标价平均大约16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跌穿10元就要减持